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皮肤168加28 2.1哥苏林 明朝爆料 1.3首按MV2改动减息 整体加强 这个是区域太累了 做过爆料视频的人都有人骂 懒得运异语了 以下爆料呢75.6%的概率 真假都有 信不信看自己 OK啊,第一 毕竟开MOD跟开软件刷身孩子的账号 封了很多 估计是跟要出皮肤有关 所以打了MOD的小伙伴 考虑一下账号的安全 第二,讲到皮肤啊 月相或者人民币购买 168加28或者128加28 是特效皮 28呢是武器皮 皮肤高达数款 有哪些人的呢 精细跟常理肯定是有的 女儿呢,也要有吧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一切别急 估计也要等到2.0了 这里我要提一首呀 我不是骗课 骗虫小月卡 我这条呢也有可能是错的 所以看有人自己 别到处乱传 跑指说要刻意小月卡 咋买皮肤 第三,关于扣去的卡石 1.3上半12人加下半计言复刻 设置部的BUFF呢 已经去列式计言了 1.4上半是春雨等等 真有半行人物 是1.3还是1.4呢 不知道 下半复刻引领 关于村的定位呀 烟面、训刀、左C等等呢 常任 但一点点的协同梦记 应该就是他手里的 那个乌乌仓鼠嘛 去打怪 定位不知道 第四,这条呢 都是脑策 跟剧情有关 宣传片里面有一些文字啊 根据翻译可得 写的泰提斯系统 而新的4C 吴贵的妙物啊 全名呢 就叫吴贵的妙物 泰提斯系统 它只是一个看门的 可能呢 有新的睡着 估计一点上 还有道德没留处啊 因为黑海岸 是观察悲悯的存在 所以我们去黑海岸 大概率先因为 黑海岸发生了变动 全球都会出现 获得已经出现的灾难 荆州呢 只是开始 但因为已经解决了 所以解决完黑海岸的问题后 下一个地区 就是林纳西塔了 一个一个地区 去解决完 也给了剧情上的动力 老测哈 第五 费经出现很多手稿图 比如伯洛洛的 新贵族的 金希德等等 伯洛洛就正常啊 没什么好说的 这一章呢 有两个信息点 一个是新贵族 对应的应该就是 2.0的新地区 林纳西塔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风格 另一个呢 就是库洛的名字 可以看到现在官网 是这个 加了个S 应该是在明朝 公测后改的 而这个图的左上角呢 写的是库洛game 说明这个图啊 是在公测前就存在了 也就是说 曝洛的规划大纲 至少是半年以上 隔壁战窗是多久呢 第六 烂点灵的角色 枪系 冰C 折制的时候 可能是这张 新贵族的角色 不知道叫什么 如果说按照 弗洛洛的设计图来看 估计已有改动 但不会改动太大 有几个元素呢 个人猜测啊 是不会改的 首先去枪与剑 其次呢 就是贵族的欧式元素 因为库洛偶 肯定要给 关键时你才能画吧 画时也不会无聊到自己 去加一个枪戒 同体的设定 个人觉得挺好看的 这个风口 我觉得可以 有没有刀剑 其实无所谓 赶紧出个枪角色 还是真理 第七 关于这档爆料 钓鱼的 有真的 但不多 其他的就不能说了 吸动组是真的 2.0的单这个小版本 没有男 是真的 这个商戏其实讲过了 其他的呢 都是在钓鱼的 还有一张说 2.1有熟悉的 刀刃男角色 有人猜是哥树林 叠甲啊 不排除哥树林空间2.1 但是得到的消息啊 并不是哥树 这里放下哥树林的日语配音 睡炸的 我已经必抽了 有一作一啊 明朝的角色 没有做得丑的 男帅 女好看 抽就完善了 第八 2.075.6%的 几率不服科技音系 估计人在2.1 第九 今天发了新的宣传面 个人感觉是倒序 并不是刀 当然也有可能刀 因为出来安可的音乐 全然都是比较悲伤的调 第十 暗主的不明恋呢 2.0前会升满 看升涛的buff就知道了 第十一 关于1.3 一些时装的优化 周本可以重复挑战 剧情呢 有跳过结束 第十二 没了 以上爆料呢 含部分脑测 一切以官方为主 呃 说一点走心的话 我也再次劝我的粉丝小伙伴 不要参与任何节奏 只要参与 你就是棋子 而且你说的越多 这错的越多 你只会给魔证人一些把柄 理性对待 其实99.95%的玩家 都是默默在玩游戏 比如说你看视频看直播 可能说到你的点子上了 你才会评论一句 只有那么个0.1%的人 才会想方设法的带节奏 如果都看到那种带节奏的逆听言论 你就当手机后面 是个谁来说 还在留鼻涕的孩子就行了 你要这么想 你就不会生气了 所以大伙多多亚的改动问题 首先是砖5 加了4%的攻击力 维神还是用不了 触把条件需要变咒治疗 但是维神的变咒并没有最多效果 所以维神还是带奇幻变咒吧 来自是可以触发的 其次是纳造的改动 按节奔提高了2.5%的暴击率 三节奔由20攻击力 改成了25的暴伤加成 这个怎么说呢 加强还是削弱看个人 你攻击低 暴伤带4次 超过300了 那原来的20%的攻击力 对你来说就是加强的 你暴伤低 没砖5 攻击高 那型改动对你来说就是加强 所以还在看个人 而且攻击力的加成来越很多 武器啊 负质音的命作啊 轻银套等等 但是暴伤目前来看啊 只有10万人可以 而且我测试过 在常理2600的攻击 700200的面板下 30%的攻击力 与30%的暴伤 伤害 使有个位数的差别 而且新的VR的改动 说明你的共鸣效率啊 需要达到了250一项 然后是一列与阿列的改动 一列加强 不受范围影响 但不能超过30米 其实零列的大招范围啊 身影基本上就覆盖了 所以一列更开中大世界的体液 多10秒的持续时间还是可以的 二列呢就不要猛了 40的攻击力加强 加上新4C的Boss啊 就是50%了 感觉一对狠 后面几个就没什么改动了 六列的暴伤提高到了500 有人就要说了 是不是六列手爱人 可以用来打输出 乍一看很强 但其实呢没什么必要 对于我们普通牛马 没钱 对于威克党 你把克六列的钱 给到1.3下面的剂耶 那多出来的伤害 就不止手爱人六列 补的是几十万的伤害了 对于克老 克老好像不需要什么 手爱人补伤害吧 拉买就完善了 所以关注本体与专务就行了 总之来说加强了 如果说用手爱人的 增伤打怪更快的时间 来对比跟维神 一样的斜斗更快的时间 你觉得哪个更合适 变咒动画呢 有一些改动 更丝滑 扭曲效果削肉了 没有出现四分之一的画面 出现在左上角的Bug了 其他呢没什么变化 剑模啊云云啊什么都没改 所以等V3吧